他不拍卷之間分成單糖、雙糖 多糖 對啊 所以請大家聽他的英文是不是認識一下 就是這個基本他這邊的範圍 對大家來說不是陌生 不相熱力學動的學習 所以那個 尖命 Mono Saccharide Saccharide是糖 Mono Saccharide是單糖 OK 然後 自首都跟女性學生一樣 帶來就是雙 Bisaccharide Cole Saccharide 多糖 Sugars 那他們的共通 中式 一些 碳水 碳水 就是碳 CmH2 分類的 全糖 全糖 紅糖 這個 應該都知道了 他這個英文大概認識一下吧 Otos Otos Ketos 他這個有跟全 全類的英文是什麼 對 Otos 然後 同類 Keto 對 他這個自首的認識 這個就很好學 然後 然後 有時候也會根據 那個 碳的數目 五碳糖 六碳糖 對於碳的數目來 來界定 他是屬於哪一種糖類的 那單糖都是幾碳 六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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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個 這兩個是 立足 是同糖 這樣一種糖 那同糖的特徵就是他有 他有 Keto 同期嘛 好 同期 剛才講過了嗎 紅 還記得嗎 這個不用背 這個名字不用背 主要的大類 然後 果糖 Fruit 果 F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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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uber Sauber 檳桃糖 檳桃糖 檳桃糖跟乳糖 Glucos and Galiptos 乳糖 葡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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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糖跟葡萄糖主要差在哪裡 都是全糖 差在哪裡 比一下 哎 好 哎 哪裡 這裡 這邊反 反過來 就一個變葡萄糖變成葡糖 好 好 然後 葡萄糖的一些基本特性 Glucos 是一個單糖 那 生物上面非常重要的 連整 六 六碳糖 那它是在生物體內最重要的一個能量來源 OK 那通常是出存在哪 比如說出存在變粉 變成多糖 出存在變粉 或是沾糖 這樣子 那 它的Curban 還是覺得它通常都會有很多的 會有一些移構嗎 我覺得結構上面其實很類似 但是 仔細去看的話 那個月 Alpha跟Beta AlphaGlucos跟BetaGlucos差在哪裡 這種環狀的 這個OH 上還是下 好 塗在這邊 那這種不同的形式 那個 Open的時候 鏈狀的 跟環狀的 那在 平衡的時候 當然會 有一個 某一個地方會達到平衡 那 一般的Alpha 入口只是 30% BetaGlucos 那 那 單糖 兩個單糖 可以合成 雙糖 對 雙糖 可以合成 脫水 那雙糖有 比較常見的 有哪些 常見這種 糖肝 Glucoside 這兩個 差在哪 這個跟這個 差在哪裡 大家還找找嗎 欸 啊 一個是 H 是在 啊 在下面啊 這個咧 差在這邊嗎 嗯 啊 所以他的見解的話 這邊會變成是那種 Alpha一次 Vintage 然後 這邊呢 這裡 會造成他這邊 的接法會不一樣 好 我看 後面同學看到嗎 看不清楚 哦 哦 哦 然後他形成 就是Alpha Beta Alpha Beta 它在形成糖肝的時候 糖肝就是 肝就是會脫水 所以他這兩個 現在要形成 形成糖肝 那你們要看一下 他怎麼形成的 因為他這個OH在這邊 所以他這邊形成的方式 跟這種情況下 形成的方式 就是 因為他的OH在上面 好 所以他這邊接的全部 都不一樣 好 那 根據 他的 形成的種類不同 可以分成什麼 養肝糖 然後這個 清肝糖 油肝糖 炭肝糖 看他怎麼 怎麼接 就是這個糖肝 它是怎麼接 哪裡就接起來 比較常見的 譬如說 麥芽糖 麥芽糖 就是剛剛那個 阿華義士 這種 形成的 它是一個雙糖 麥芽糖以前 學過雙糖 它是雙糖 還有幾種 哪三種 哪三種 六 那 這 麥芽糖 麥芽糖 那這幾種 插在哪裡 結構 對啊 就是才會把他整個 從乾糖那邊接起來的 那像麥芽糖的話 它就是這個阿華義士 的 Lintage 形成的 那 It is the flavor 通常在 associated with the Montaneal Falls 就是 奶昔啊 啤酒裡面 有麥芽糖的味道 然後 乳糖 也是 嗯 一種 雙糖 它是由一個 半乳糖 跟一個 葡萄糖 形成這種 β14 你剛剛那個 然後記得 OH在上面的 階層 形成的這種 是β14的連結 浙糖 浙糖 那也是 也是一個 雙糖 常見的雙糖 然後 雙糖 以上 多糖 或者叫寡糖 低寡糖 或者是更高的 那就變成 更高的 就 通常是用這個 有字糖 提成這樣子的糖 在更多的時候 有的時候寡糖 我也有那個 有字度的糖 低寡糖 那寡糖有什麼功用 對身體促進腸胃移動 它具有類似水溶性纖維 膳食纖維 可以促進腸胃移動 那 原因主要的是 寡糖 它的小糖 有辦法消化 所以它會繼續流到大腸 然後讓大腸裡面的有益菌 去利用 所以去改善那個 腸道的生態 真的 那寡糖因為分子比較大 它比單糖 比雙糖都要大 所以它也不容易被分解利用 所以由於難消化 攝取之後 血糖值不會增高 那對於這種人工代糖 像那種代糖 它吃了不會胖 為什麼 那我就是這樣 不容易消化 那對於那種糖藥病患者 他不能吃那種 不能吃糖的 又想吃甜食的 可以吃這種寡糖類的 那吃多還是一個好 多的糖 比如說纖維素 多糖 那基本上就是它的那個 糖類的話就是以 分口型 或者是這種單糖 當作優點 當作單體 然後慢慢聚合 那多糖就是聚合更多的 bate of many monosaccharides 比如說像纖維素 纖維素通常一個纖維素 它由幾千個單糖 那葡萄糖的話去 去linkage起來的 好 然後澱粉 多糖我們一般在 生物體內 我們可以根據它的功能 分成兩類 一種是這種不容易水 甲殼素 植物中的纖維素 或者是甲殼類裡面的甲殼素 有聽過嗎 7.9層 然後甲殼素 那會一直動植物儲存的 儲存兩份 然後可以溶於熱水形成 焦體容易的 譬如說像電層 然後甘糖 甘糖原 然後中藥裡面 或是一些藥用食物裡面 其實也有這種多糖類 那譬如說 人參多糖 有聽過嗎 多糖類 沒有 還有那個什麼 嗯 蟑絲 蟑絲 裡面也是多糖 他們都是要 裡面的多糖類 很多的中藥裡面 或是食物裡面 都含有這種多糖類 那一般 嗯 是 相信它 它對體內有一些 好的作用 會促進免疫系統 增強體力 抵抗力 抗氧化 這些 像那個 多糖 黃絲多糖 藥 東藥 東藤 中藥 通常下長 張芝 照片 有人認為它有 抗癌的就是 一般他們建議 如果可以活化俱事實 還是修事實 增加抵抗力 抗老化 它具有抗氧化劑的功用 所以是良好的 自由質的清除 還有什麼 降低膽固醇 幫助糖尿病 然後看白 但是其實這邊有一些只是建議的 並不是說所有的都已經經過科學證實 或是說他們的磁性 詳細的作用基礎 還需要再更深入的去探討 他們可能從臨床上面發現有這些 可能有這些效用 那臨床上面也確實有一些醫師 在用多糖去做一些輔助的治療 不能當作主要的治療 但是多糖也有它 也可能導致疾病 相關的一些疾病 像綿多糖症 綿多糖症 那糖蛋白 糖蛋白它是 剛剛我們就說 在胺脂酸上面接了一個糖 那個是後轉力修飾糖蛋白 所以以血紅蛋白為例好了 我們吃飽飯之後 血糖會增加 那這個時候我們如果去採那個 剛吃飽飯的血液去測量的話 你就會發現有一大部分的血紅蛋白上面是多了一個糖的 就是你從質量那邊看出來是有這個糖的 可以經過後轉力修飾 這種叫做 Glycosylation Glycosylation 糖激化 那這個其實在收入底下也有很多它的功用 還有重要性 我們的血型其實跟糖蛋白有關係 血型主要是它在哪裡 A型 B型 A B型 O型 它會跟它的抗原有關係 那這個抗原主要都是表達在紅血球的磨上面 然後它以糖蛋白或糖質的形式形成它的磨 所以血型 O型的表達 O型的舉手 大家都問O型 我也知道 A型的 A型裡面有 B型 A B型 A B型 後面有攝影師就是A B型 A B型 所以這個血型其實它相關的不是血液裡面 而是紅血球的表面上面 它的結構 它的糖蛋白它會導致它的抗原 所以輸血的時候的話 特別注意這個糖水液 它比較對的血型才可以互相輸起 那糖蛋白有很多人在研究 包含有認認識那個中研院的院長 不認識有沒有聽過 不認識有沒有聽過 中研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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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個 對 對 它主要的研究工作就是 多可能在談化學的這個部分 尤其作用在那個生物醫學的部分上面的應用 對 因為人體的那個表面 很磨蛋白 很多是糖蛋白 那每一個寡糖裡面 我們剛剛也看到你們一個單糖 其實都是單糖 它也有特殊的結構 特殊的連接方式 所以一錯的話 可能就會通常都會牽引反動全身 所以連接方式 錯誤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形成正確的寡 甚至多糖 好 好 那 所以這個 那是一整個研究領域 翁院長他的重點是在這種叫做一鍋式的酵素反應 就一鍋所以我們就加進去 一鍋 好 但是你要先去了解酵素就是這個蛋白質 酵素就是蛋白質 往往是蛋白質為基底 然後它跟某一種類的 單糖之間的關聯性相關性 然後你再去找出適當的酵素 來活化單糖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的一句話對不對 那你要如果找出適當酵素 來活化特定一種單糖 什麼酵素你就必須要知道 你要它在哪裡發生果性 所以你這邊要對蛋白質它的肌力 好你要怎麼樣它有什麼樣的功能 什麼樣結構 那個也是很深的學問的 不是這樣一句話就可以 一言五必知 所以這個是特別辦法 對它特別就是正在研究就是這個糖的一句 它的研究的那個歷史 它的一路走來的歷程也滿 你們有興趣的各位去看一下 它其實滿晚開始出國去念 念國式的 但是很快就拿到博士學位 好像三年多吧 這樣就到了 那它這邊這邊是面對 它提出來的 正因糖分只是一條未知路 所以每天都會遇到天井 但是不會卸智反而更好奇 為什麼一天到晚都失敗 這個我非常有感觸 你們在做研究的時候 尤其是在探索未知的時候 通常往往是失敗比成功得多 但是你每一步的失敗其實都是在 為之後的成功在累積 在累積一些寶貴的經驗 所以說話一次不過 還有可能第二次 蛤?什麼? 那真的嗎? 好 要有重要的如何面對失敗 對 要感謝你們一次遇到的失敗 沒有規矩 沒有 你要認識這個完全未知的世界的時候 沒有 你要先認識失敗才能 承諾才會來認識你 那他得到你的Wolf化學獎 通常一般日圍他是諾貝爾的前少 有一個獎 所以他很有希望得到諾貝爾獎 好 那這個是我們對堂類 我們看一下課本 大概那個二十一章的地方 來看一下課本 好吧 那不然課本下面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 你們回去翻一下基本帳 大概一次 大概有多人跟大家講